第二个话 第一个就是这边名称 我是建议你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他的界面 我觉得越来越人性化 而且那个Challip刚出来 其实丑丑的 现在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漂亮 而且会按照时间排列 所以以前你跟他问的问题 他都全部帮你把他记录下来 你可以给他一个重新的名字 或者甚至你不要把他删掉 甚至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 那你怎么分享 这个很简单 反正分享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link 如果你刚刚跟Challip的对话 你希望给别人看 直接跟别人分享 这个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可以分享 这边可以分享之外 上面这边也有个分享 分享交谈 按建立连结之后 这边的交谈 别人也可以看到 这边可以复制 复制连结 然后他这边好像有个打勾 让社围可以搜寻 如果你希望让别人也可以搜寻的话 你可以打勾 然后底下的话就可以直接传到 你要传的社群里面 OK 然后这个我还蛮常用的 因为有时候我做完的内容 我要给同学看的话 那我也可以把我刚刚写的这个连结 那我可以直接把它贴到我的云端上面 比如这边我刚刚写这个云端 OK然后我可以直接怎么样 这个是身子 应该是在这边吧 上面的部分 那我可以贴上之后 你们应该可以在云端上面看到 有没有 这边Enter一下 贴上 Enter 那这边就是什么 就是我 老师的对话 那这样不就底下 如果你们在云端白板上面看到的话 你们也可以点这个一下 如果你的跟我不一样 不然你刚才先用我的好了 不然我很麻烦 我们每次问的他回答都不一样 没关系你就是先用我的 那这边一样可以复制层次 对不对 这样子就 就比较没有版本上面的差异了 这好用吧 OK 这个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觉得教育逼真的每天都改变 而且越来越好用 好 所以应该 有些书里面也没讲到 为什么 书来不及写 应该功能才刚上 你书要把它写上去 可能要一段时间 还要印刷干嘛的 OK 所以啦 我觉得这个都很好用 我平常就会给他试一下 试一下 有时候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请同学做报告 我们现在上课全部都是我直接跟他讲说你们直接用CHILDVT OK 因为后来发现 大学生不喜欢跟他们讲一些填鸭的东西 因为填鸭对他们来讲真的是简直折磨 但是我们用一个问题式的让他自己去摸索 他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对 然后而且我从他们的反馈我也可以多学很多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有些答案其实是同学他们去摸索之后跟我分享的 因为我根本我当这个平台很多功能我还是不太熟啦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多摸摸就熟了嘛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 第二个就是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怎么debug 我觉得debug很简单 OK 以前你要debug我跟我讲 除非你自己写程式写了很久 不然我跟妳讲 你也写一个程式找到bug 太难了 所以很多同学很痛苦想放弃就是因为老师为什么你写都对 我为什么写的错 然后我已经看了一百遍了 我还是找不到错误怎么办 OK 我就以前都要讲说 那表示你的努力不够 他一听就觉得老师我已经很努力了 那表示我没支持 那我想放弃了 我想退选 你不要退了 你不要退了 好了我帮你看好了 我不可能都每个都让他看 这个看那一看 所以以前我跟你讲我们教程式很辛苦 因为呢 只要画面一切回去 我就要全部每个帮忙debug 而且所以变成以后来学生的功力没进步 老师的功力非常进步 所以变成什么bug我都看过了 千奇百怪我以前不会知道有这种bug 居然也会出现 所以后来我归纳一下大树区分析 我就知道说原来你们都会错在哪里 我明明已经讲了一百遍了你怎么还错 像那个转型 这个一样 因为我慢慢可以发现 因为人没有这种转型的概念 我看到不就都一样吗 你为什么说不一样 没办法 因为这是电脑要帮你做的 所以电脑认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应该要把 怎么讲 你要用换位思考 你要把自己变成电脑 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 debugger OK 但问题 这样不合理啊 你把人变电脑 那不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公司看起来就像电脑 怎么样 他就不讲话 你问他什么 他回答的样子 就很像一台电脑在回答你一样 对 因为他已经算是很资深的吧 把自己模拟成电脑 这样也不合理啊 我是希望他变一个人 你用人 人话回答我 你不要回答我电脑话 OK 我是听得懂 但是 可能一般客户会觉得你怪怪的 OK 真的 我记得很久以前写 可能每天都一直写就写 写到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我跟电脑很好对话 但是我跟人好像我不太会讲话 那我写程式写的很习惯 所以我甚至很希望说我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我是直接用键盘敲给他看 敲给他 为什么 因为已经职业病了 OK 那没有办法 所以你应该透过AI帮你把它提升起来 OK 像这个问题好了 这边我刚刚是特别把程式INT拿掉 那你把它弄一下会发生什么错误 直接这边输入 输入完之后才会错 因为你没有输入就没有错 OK 有没有 输入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那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看懂那个红色字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叫Type-L 它其实主要的就是跟你讲说 Type Type就是形态 形态的话就知道形态 Type-L 所以以后你看到Type-L就知道 你给它的形态不对 而且它后面会有个冒号 叙述告诉你怎么修正 它说什么呢 它说这个东西就是关键运算值 有没有大于等于 没有 Not the support between instances of 我还有时候讲真的不是人话 STR这什么鬼啊 那其实STR 其实像它意思是文字 OK 它不会跟你讲说 and int 就是说 int就数字 那意思是说我如果要比较的话 我不能是一个文字一个数字 而是两个都要文字 不两个都要数字 跟着你讲 两个都要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给我 不是 它也没有讲文货 你讲了半天 重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看就知道 因为形态不对 那可是这个很多同学光看这个 Bug讯息 还是不知道 老师我还是看不懂怎么办 这个时候没有关系 很简单 这时候Tripe又可以拍上用场 Ctrl-C Bug讯息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程式复制之后 直接就丢给那个Chargept 然后你就直接把 这边写的 请帮我除错 这样好不好 然后把程式贴到后面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执行 有没有看到 而且他给你解释 而且解释很清楚 他说你的程式有一个小问题 有没有 他跟贵讲这个因为程式还很小 以后你贴一个大的程式就觉得太赞了 为什么因为很大的程式 他自己找很累 但贴上去马上有答案 他马上可以找到 而且教你怎么修正 我觉得真的是 那你以前干嘛那么辛苦 对 因为以前没有AI 就真的OK 然后他这个地方 他跟你讲说 因为你输入的是一个字串文字 OK 所以我们需要转型 那他其实这边会跟你讲 其实这边就帮你修正 所以你剩下就是直接把它修正完的结果复制 有没有 然后再直接贴回来就可以了 把它贴上好了 我把它盖掉了 因为这个错不管了 OK 好吧 直接执行 再输入15 马上正确 有没有 OK 所以 其实 如果你要用那个 跳去一般一找bug 实在太简单 而且 他基本上所有的程式 不管哪一种程式圆 贴上他就 他就懂 你贴VBA他也会懂 你贴Java他也会懂 反正他什么都懂 我觉得太厉害了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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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